花蓮市在2號晚間發生了一起嚴重車禍 一名19歲魚姓男子騎乘機車 行經南濱路和和平路口時不帶搶黃燈 又沒有按照兩段式規定來左轉 遭到執行轎車撞飛 男子倒地後頭部重創緊急送醫 依然宣告不適 路口處黑色小旅車強快執行 這時左轉機車來不及反應猛烈撞上 騎士連人帶車被撞飛當場倒地不起 車禍現場轎車車頭全毀 窗戶玻璃碎裂被撞的機車 甚至飛到10多公尺外 可見撞擊力道相當猛烈 我就已經是當下可能撞擊力致太大了 太大了 一個搶快啊 一個正常侵蝕啊 我也要閃 救援民眾表示 當時騎士第一時間已經失去呼吸心跳 脖子被包包勒住 因此先協助處理困住的物品 事發在花蓮2號晚間 一名19歲的余姓男子騎機車 經過和平路與南濱入口時 不但搶黃燈加速往前衝 又沒有按照兩段式左轉規定 直接左轉 隨後遭到對象搶黃燈的執行轎撞飛 騎士撞擊轎車車頭後 彈飛倒地 頭部重創 幸好當時有位正在休假的消防員經過 馬上協助CPR急救 在右醫護人員接手 雖然呼吸心跳已經恢復 但依舊未脫離險境 經調查雙方皆有合格駕照 且未有酒精反應 轎車裡的母女也送往醫院治療 沒有明顯大礙 但都嚇壞了 詳細情形還有在警方調查離親 藉由蔡依潔 徐立琴花蓮採訪報導